由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波音737 MAX客机 因为2018、2019年接连发生两宗罪机事故 一共导致346人丧生 在2019年3月租到全球禁飞 其后的调查报告显示 导致致命空难的原因 包括技术缺陷、管理不善和监管缺失等 欧洲航空安全局今天宣布 解除波音737 MAX客机长达22个月的禁飞令 当局说对客机的安全有信心 虽批准恢复在欧洲飞行 但将会继续密切监视客机的飞行状况 波音公司也承诺将会进一步加强飞机的性能 确保它的安全程度达到更高水平 早前巴士一间航空公司 就成为全球第一间安排这一个机种服飞 以及提供商业性航班服务的公司